咱们这种暗沉的干皮啊 如果想要那种通透的氧气感好皮 其实就只需一步 就一层底妆 因为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啊 是不是 亮堂能通透了 我天哪 即将进入秋冬了嘛 一个是天气比较干燥 另外就是换季啊 皮肤比较敏感 我也是会对这种养肤类的粉底比较偏爱 蓝蔻精唇啊 号称是干皮天菜 妆效一整个让你从暗沉小透明到气质感千斤 这个高级感直接拿捏住 我们今天就原相机怼脸测评一波 看这流动性啊中高 推开的手感也是贼丝滑 这肉眼根本就看不到什么颗粒感 是可以KO有色面霜的一个程度 快速涂个防晒 防晒差不多沉没了之后 先大面积的铺一下 让半边量 我看一下这个对比等一下 这个差别真的不是一点点大哦 看这边 那整个一个均匀肤色提亮的效果真的是贼好 黑眼圈差不多是这个八成吧 然后再拉近看一下 我这个毛孔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 像加了滤浸精一样 刚刚这边我们用的是刷具 它可以让我们的底妆堆叠得非常好 但如果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干 可以用这种粉扑 用定妆喷雾打湿了之后来拍 这边我们拿这个来操作一下 秋冬大干皮的痛点啊 一个就是很难服贴 动不动就卡粉 那个底妆化完了之后 就像浮在脸上什么 一点都不贴 精神的妆效还是有一点感动的 就服贴到像是底妆 融进了皮肤里面一样 皮肤表面它那层纹理啊 还是在的 就是我本身皮肤就很好 有光泽那种每天扒杯水的通透感 而且这个面部的折叠度跟气色都还是在线的 它不像有些底妆你糊上去之后 这个脸立马就二底了 整个把气色遮眉了不说 就像糊了一个大面膜似的 日常就稍微的 加一点点淡妆 跟素颜比 是不是就 哇 这个女人美番了 带你们去店里试试其他色号 三个色号 我自己的肤色是黄皮偏橄榄 我们黄皮橄榄皮可以选110 它是一个黄调的 这个膏体它跟皮肤融合的就很好 所以即便是肤色稍微偏深一点 也不会有那种假面感 粉白皮的话可以选择100 这个130怎么说呢 我其实目测哈 它是黄皮橄榄皮都可以用的 但是跪下的小姐姐说这个颜色上肤可能会更深 黄3的话看看130 那是从早搞到黑 我路上耽误了 那么一丢丢就已经真的是一个小时了 一般来讲 膏体比较润的底妆在脸上 一开始是微光的妆效 都不用到晚上 下午就很容易变得油亮油亮的了 但是今天我觉得它就一直都是挺微光的 从早到晚 在我的脸上都是属于那种干干净净的 妈生好皮 能做到这一点的高体又润的底妆确实是不太多 这下我觉得是有掉了一丢丢 但是对整个皮肤的纹理感修饰还是挺在线的 而且这一瓶里面它将近一半都是精华 就相当于是我们边行走边养肤了 如果你是干皮 然后用啥都不服贴 或者说是敏感肌 这瓶它的适合指数就很高 11个小时还能是这种很自然的光速度 真的是 但是